为什么绿色加紫色可以调成蓝色 小时候我们都被讲说红黄蓝是三颜色 而且没有任何一个颜色可以混出这三个颜色来 此外依照传统的调色原理 紫色绿色跟橘色是由这三个颜色混合出来的二次色 那为什么我现在反而可以用二次色去混出蓝色颜色呢? 那是因为绿色颜料的特性就是它吸收红色波长的光线 反射绿光跟蓝光 而紫色颜料吸收绿色波长的光线 反射红光跟蓝光 所以说叠加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更明显的蓝光 这也是为什么绿色混合紫色会是蓝色 所以说传统色环跟色彩理论在很多方面来说都已经不够精确了 我们其实可以去选择更新更科学的色盘来学习我们的色彩理论 你可以到我的个人首页去点选连结 先下载这个科学色环 我会教你如何使用这个更精确的科学色环来学习水彩调色